多份研究显示 小睡打盹儿对脑力精神状态 心脏健康都有益处 当人们下午饭困 不得不喝杯咖啡 或者吃糖提神的时候 也许让自己在午后小睡一会儿会更有效 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报告建议 成年人每晚应有7-9小时睡眠 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和预防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 美国4000万劳动者每晚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 近期一份发表在睡眠研究杂志上的研究显示 白日里小睡一会儿有助于提升认知力和精神状态 哪怕只有几分钟至十分钟都很有效 一些临床生理学研究者发现 午后小睡20分钟有助于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 仍保持最佳的状态 另一份发表在精神病学和临床神经科学上的研究也认为 20分钟的小睡很有效 还有一份研究发现 一小时高品质的睡眠极大的改善大脑功能 提升短期记忆力 对学生劳动者都是如此 既然小睡如此有效 以上提到的研究从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 到底睡多久最好呢 一份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上的研究 对2万名年龄介于20到86岁的希腊人进行调查发现 最佳的小睡时间为30分钟 研究者还发现 每周至少小睡三次 每次30分钟的人 心血管发病率低30% 尤其是女性 对2万人进行调查发生